刘玄策看着时机已经差不多了 立即反攻起来 外面的众高手一愣 以上关烈的本事居然直接被人制住 所有人都惊呆了 快去帮忙 这人居然使仗 随着一个高手的报和之后 众多高手瞬间出手 可是即便如此也已经晚了 上关烈已经被刘玄策封住了经脉 然后他就这么单手提着上关烈 对众人说 谁要是敢上来 现在我就彻底地废了他 此话一出 众人愣在当场 再也没人敢动手 刘玄策扫了一眼 如死狗一般的上关烈 冷冷一笑 哼 姚哥 没想到你居然还是这么废物 上关家给你吃了不少东西 你才能达到这个强度的吧 上关烈虽然精神颓唐 但嘴里依旧是不饶人 你等着 一会儿你要是落在我的手里 我要亲手废了你 刘玄策一个耳光 甩在上关烈的脸上 后者从小就娇生惯养 还没被人这么欺负过呀 今天算是第一次 他气得哇哇大叫 可惜刘玄策可不是他爹 根本是不会惯着他的 又是一个响亮的耳光 甩在他的脸上 他都被打梦了 嘴角的鲜血都溢出来了 显得毫不狼狈啊 刘玄策键差不多了 一把将上关烈 像是丢垃圾一般地丢在地上 然后对着众人说 叫你们的家主出来吧 要是来得晚了 这小子我现在就废了 他说的是何等的决绝呀 其他人脸上都是一阵肌肉抖动 赶忙跑回上关府去搬救兵 十分钟不到 上关天青带着他的老婆 也是赶到这里 看到瘫坐在地上的上关烈 上关天青的脸上 一阵轻轻暴动 不光是他有这么大的情绪波动 一旁他的老婆奇脆脆 看到自己的儿子 被人直接打趴下 而且还受了重伤 他对着身后的人骂道 你们都是吃屎的吗 这么多人居然让人当着面 把我儿子抓走 等我救回我儿子 我再好好地收拾你们 刘玄策扫了一眼众人 然后抱了抱拳 大舅 大舅妈 外甥有礼了 虽然嘴上说得客气 可是刘玄策并没有任何的动作 甚至连看着众人的眼神中 也是夹杂着警惕 显然 对于这些人 他是有着不小的防备之心的 上关天青 看清楚这人居然是刘玄策 脸上也是立即浮现出一抹恶毒之色 可是 还没等到他说话 齐脆脆掀开了口 你这个该死的杂种 居然还没死啊 我妹妹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居然能让你活了这么久啊 刘玄策听闻此话也是一愣 玄策想到了 刘玄夜的母亲 不就是姓齐吗 这其中似乎还有不少的隐秘啊 不过 现在可不是解密的时候 我来这儿 可不是听你们抱怨的 刘玄则一脚踢在上关列的小腹上 后者再次喷出一口鲜血 我来这里是接我母亲回家的 你们没有意见吧 虽然看着刘玄策极为嚣张 可是他现在很后悔呀 要是带着林凡他们就好了 可惜他们是不会赶来了 正在打盹的林凡 突然打了一个喷嚏 把上关红给吓了一跳 从睡梦中醒了过来 然后他大声地说道 对不起父亲 不要打我呀 可是等他看清楚众人的时候 一阵无语 这下面子丢大了 林凡也是懒得理他 差点坏了自己的大事 他对着华步一问 师父 现在到了哪了 华步一看了看手中的地图 思索了一会儿说 嗯 还有半个小时肯定能到 希望那小子千万不要冲动啊 可是话虽这么说 现在这个刘玄策 一不在上关清的家里 二 他的直升飞机也已经落下了 这点在张伯那里已经证实了 按照这个推论 无论如何他都已经到了这个地方 想到这里 华步一 也是叹了口气 这些人